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位林文岳老师 林文岳老师他的外祖父 就是写台湾通史的连雅唐 连衡 大家都读过连衡的台湾通史旭 台南的很重要的文史家 当台晋龙老师教到一个学生 知道他的外祖父是连雅唐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心情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他写过连雅唐的诗 那林亚唐写完台湾通史 有一段时间他住在上海 日租街区 那也常常去西湖游湖 那么当然作为台湾当时 一个日本殖民地的一个文人 心里面有很多故国的感怀 那哪一天我可以真正遗住在这个湖面上 青山青史各千年 那这个西湖的青山跟他心里怀念的青史 就是一个文人重要的是要把历史交代下去 青史不能尽成灰 那我觉得那里面有一种心情 那台老师完全了解 也就写了非常好的这个连雅唐的诗句 那我们也看得出来 因为台老师他作为一个文人的书法 他不太去计较格式 或者去打出格子来写 所以前面写 一春旧梦散如烟 那个字非常漂亮豪迈 写到后面觉得空白不够了 他就用小字把下面两句写完 那这个也可以看到在类似像苏东坡书法里 也有这样的做法 书法走向设计是一条路 可是文人的书法往往其实反而是反设计的 不那么去在规格里把自己限制住 那这条路就简罐了 他们的过程啊 现在这条路说 这条路 Cola 我们好吃的 Auch viewer 我们吃ノ мож的